嗨,大家好,我在上期视频当中给大家介绍了世界各国的航母 以及中国的两艘航母辽宁舰和山东舰在世界所出的位置 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中国虽然在航母方面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但距离世界第一的美国仍然有较大的差距 那么中国在海军方面有哪些技术可以比肩甚至超过了美国领先世界了呢? 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中华神盾和其采用的相控阵雷达了 好,那首先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大家可能听过诸多的概念 比如宙斯盾,阿里伯克,中华神盾,神盾舰等等这些诸多的概念 这些对于军迷来讲当然很熟悉了,对于非军迷来说并不是特别了解 首先我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阿里伯克级是美国驱逐舰级别的总称 是现役美国主力的驱逐舰 在中国零五万吨大驱出来之前,阿里伯克级一直都是世界领先的驱逐舰 并且还派生出很多其他的舰种,比如韩国的世宗大王级和日本的金刚艾档等等 另一个概念就是盾,我们经常会听到阿里伯克级的驱逐舰又被称为宙斯盾舰 日韩的派生舰也都是宙斯盾舰 那这个盾又是什么意思呢? 宙斯盾是一套作战体系,是美国自主研发的一种自动化指挥作战系统 最初应用在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和阿里伯克级驱逐舰上面 也是中华神盾出来之前,世界上最早也最先进的一套舰载神盾 简单来说,就比如手机的操作系统 再配合上很多的APP和软件 让你的智能手机表现出非常强大的功能出来 这个宙斯盾就相当于手机的操作系统 你的驱逐舰上面各种的雷达 各种的垂直发射架内的导弹 各种火力控制与决策等等 都是通过这个类似于手机操作系统的盾来驱动和指挥的 一个手机如果没有操作系统,跟砖块无异 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它的重要性绝对是盾舰的核心 甚至是整个航母战斗群的核心 而这个核心中的核心,正是其中的多功能相控阵雷达系统 它可以说是宙斯盾舰或神盾舰的心脏 说到这个雷达,也就讲到了今天的重点了 因为这个涉及到我自己的专业了 我读的是电子工程 电子工程当中有一个子专业叫做信号与信息处理 这个专业就是跟雷达相关的 我还记得当年上过这个专业的一位老师的课 这个老师在我们学校就是专门研究有源相控阵雷达的 当时上课的场景至今还记忆犹新 因为当时在上课的时候 不仅前面的座位你抢不到 只要能坐的座位全部爆满 很多人还站在门口 所以印象也非常的深刻 但是这位老师讲的也非常的好 而且在学校也非常有名 当然名字就不说了 好,回过头来说雷达 大家可能听过非常非常多的雷达 比如说相控阵雷达了 火控雷达了 机械扫描、频扫、相扫 还有无源有源等等 概念非常的多也非常的杂 那今天就借这个机会 我来给大家简单的梳理一下 首先来介绍一下雷达的工作原理 其实非常的简单 就是雷达发射电磁波信号 然后信号锅碰到目标之后反射回来 雷达接收到信号锅之后 从而确定目标的位置 所以雷达的原理看起来并不复杂 复杂的是它的信号处理过程和扫描的方式和种类 大体扫描方式可以分为两大类 机械扫描和电子扫描 机械扫描整体的思路就是 一部雷达只会集中一个位置发射信号波 也就是只能探测一个方向的目标 那如何探测其他方向呢 就要借助机械的手段 使雷达不停的旋转 向不同的方向发射信号 这种就是机械扫描雷达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老式的舰艇上面的 不停旋转的雷达 这种就是机械扫描 可想而知 它的效率和速率都比较低 所以有了后来的电子扫描雷达 说到电扫 就要给大家介绍一个信号处理相关的 天线阵列的概念 就是正面上有上万个发射和接收单元 被称为阵源 电扫雷达就是通过改变阵源的频率或者向位的方式 将合成的速波发射的方向加以变化 所以电扫比机械扫描效率更高 扫描和改变波速方向的速率也更快 精度也更高 而且有更强的多目标接战能力 可以一边扫描一边跟踪目标等等诸多的优势 当然它包括频扫和向扫两种 频扫顾名思义就是通过改变工作频率的方式 来控制波半指向 我之前给大家介绍过一个公式 C等于波长乘以频率 C就是光速 30万公里每小时 所以改变了频率 波长就变了 固定长度天线上溃电相位就变化了 这样发射阳角就变化了 这就是它的原理 应用频扫雷达就是大名鼎鼎的 现在还在统治世界的美国尼米兹级航母了 它装配的是SPS48 优点是成本比较低 但由于它是一个单面阵的频扫雷达 技术相对向扫雷达简单 也很老了 但依然在服役 它并不是美国最先进的舰载雷达 中国也有频扫雷达 就是海鹰SC雷达 是双面阵的频扫 装在一些护卫舰上 与频扫对应的就是向扫雷达 这个向扫雷达就是世界各国最优秀的神盾舰上 所安装的向控阵雷达了 向控阵雷达是如果工作的呢 就是之前提到的阵列单元 这些阵源有规则的排列在平面上 构成天线阵列 再利用电磁波的相干性 通过控制发往各个阵源电流的向位 就可以改变波速的方向 进而进行扫描 所以称为向位扫描 简而言之就是通过改变向位 完成雷达的搜索 跟踪和测量等功能 而根据天线阵列上面 单个阵源功能的不同呢 又分为两种 就是我们经常会听到的 无源向控阵雷达和有源向控阵雷达了 对于各国神盾舰的雷达来说 美国一直热衷于无源向控阵雷达 而中国在有源向控阵雷达方面 着力颇深 这个一会我们再介绍 我们先来说一下他们的原理 首先来说无源向控阵雷达 就是它天线表面的阵源 只有改变信号向位的能力 而没有独立去发射信号的能力 这个就是它跟有源最大的区别 所以需要一个中央发射和接收机 发射能量并放大后 由计算机统一分配到天线上每一个阵源 来发射信号 也就是当个阵源自身不能作为信号员 去主动发射电磁波这样的特性 所以也称为被动向控阵雷达 英文就是passive 与之对应的就是有源向控阵雷达了 与无源最大的不同就是 天线表面的每一个阵链单元 都完整的包含信号的产生 发射和接收的能力 也就是每一个阵源都可以成为一个TR组件 T就是发射 R就是接收 而不需要设置专门的集中式的发射机 所以也被称为主动向控阵 英文叫active 简而言之就是 天线阵当中集成了无数个小雷达 所以有源向控阵比无源向控阵更复杂 也更先进 性能提升非常的明显 当然其成本也更高 这也是为何美国的向控阵 早期是以无源阵为主 后期才逐渐过渡到有源阵 好 经过上面的介绍 我们可以清晰的得出结论 根据雷达的先进性进行排列 电子扫描雷达要优于机械扫描 电扫当中的相位扫描 要优于频率扫描 而相扫当中的有源向控阵 又优于无源向控阵 型号的舰艇 目前用的都是无源向控阵雷达 而中国由于海军的起步 实在是太晚 就跳过了无源向控阵 而直接全力研发有源向控阵雷达 当然当时也经过了激烈的论战 最后经过10名全国顶级雷达专家 联名上书中央 而最终确定了有源向控阵雷达 项目的启动 所以也造就了现在 现意舰载向控阵雷达方面 中国暂时的领先地位 美国也研发了有源向控阵雷达 目前在最新的福特级福特号上 装载了SPY3有源向控阵雷达 性能不如中国 还有再建的伯克三型用到的 SPY6有源向控阵EASR SPY6虽然先进 但还没有服役的舰艇使用 而中国当前应用的 就是著名的346海之星有源向控阵雷达了 早在052C驱出舰时 就装载了第一版的346雷达 相对于美日韩的宙斯盾舰 也被网友誉为中华神盾 而后 中国的第一艘航母辽宁舰 也搭载了346海之星 再后来的升级版346A 被装载了052D驱出舰上 据我查证 也装载了最新的002号航母山东舰上 而最先进的海之星346B 双波段有源向控阵雷达 突破性的使用了全新的综合射频系统 装在了055万吨大驱上面 也使055成为当前世界现役最先进的驱逐舰 当然也拜朱姆尔特的失败和文克三型 还被建造完成所赐 提到这个双波段 我再多说几句 因为这个很多人会混淆 在相控阵雷达里面 我们经常看到各种的波段 比如说L、S、C、X等等 我记得我在之前介绍5G的视频当中 给大家介绍过电磁波的频谱 里面有长波、短波、微波和各种射线等等 大家要特别注意的是 相控阵雷达领域里面的L、S、C、X这些波 可不是电磁波频谱里面的长波和短波的概念 虽然它们是long和short的缩写 但是它们是雷达领域里面波段的概念 而有些人还把X波段当成X射线 这完全是错误的 舰艇上面的官兵天天照X射线 这谁都受不了 所有的这些波段通过这张图可以看到 它们所在的频率 简单的计算就会知道 它们几乎都是从毫米波到米波 换句话说 它们都落在了电磁波频谱里面微波波段 这一点希望大家可以搞清楚 那为什么要用双波段呢 那这个就是电磁波的特点了 我记得我之前给大家讲过 波长越长它的绕行能力就越强 探测的距离也就越远 所以相控阵雷达中想要搜索的更远 范围更大 往往会用波长较长的波段 通常来说都是S波段 那为何还要用其他波段呢 那就是如果发现了敌机 神盾系统会发射防空导弹 而要通过雷达来进行制导 需要准确力 那这个时候S波段就不行了 因为它的精度不够 所以要用波朝更短的波段来实现 通常来说是C或者X 而波长更长的波段 比如米波对隐身战机的搜索更为有效 而波长较短的 例如X波 则通常作为火控照射雷达 也大规模的应用在战斗机的空空对战上面 进行导弹制导 这个等以后有机会介绍飞机的时候 再给大家详细介绍 所以中国目前在055大区上面 搭载的海质星346B DBR双波段有源相控制雷达 也成为现役舰艇中最优秀的雷达了 当然它的价格也不菲 单单雷达的价格就多达5亿多人民币 接近一艘056A轻型护卫舰的价格了 而美国最先进的有源相控制雷达 SPY6也会陆续安装在 如在舰的伯克三型等舰艇上面 等其最终下水测试并服役后 排名也会相应的发生变化 这幅图是安装在052C驱逐舰和辽宁舰航母上的 346海之星有源相控制雷达 从图中可以明显的看出 有一个圆弧形的防护罩 但它的内部天线阵依然是平板的 这是为什么呢? 这就是因为这款雷达的降温采用了风冷降温 内部形成静压流场 均匀的把热量从黑色长方形出风口带走 而后的052D、055和山东舰上面的346A和346B 由于性能的改进和提升 取消了这种大型的制动系统 所以已经变成了平板型 接下来再说一下 除中美两国外 还有一些国家也自研相控制雷达 比如日本的FCS3型 英国的桑普森和西方多国联合研制的 有原项控制联达等等 但综合性能来讲都不如中美两国 这里就要提到 在军事领域自主研发的重要性了 我们还记得 之前的华为在芯片和谷歌操作系统方面 不停的被美国卡脖子 为了不受制于人 不得不花大力气去研发自己的手机操作系统 鸿蒙和生态圈 在科技领域尚且如此 军事领域的重要性不言可遇 中国海军目前已经完成了在科技领域还不曾实现的 完全具备自主研发设计和制造大型的航空母舰和驱逐舰的能力 换句话说 不论从硬件还是软件 中国军舰上的每一颗螺丝钉和系统里的每一行代码都是自主研发的 这其实是中国海军发展这么多年以来最令人骄傲的事情了 而被大韩民国视为民族荣耀的世宗大王级驱逐舰 即使拥有全世界最多的垂直发射单元 但包括舰体平台 部分垂直发射架 宙斯顿系统 相控阵雷达 都是美国的技术 自言成分太低 这跟日本的金刚艾档没有不同 即使你现在是美国最忠诚的盟友 那又如何呢 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永远的朋友 只有永远的利益 最后再给大家透露一下 制造出346海之星有源相控阵雷达的 就是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所 其实在中电14所造出海之星之前 我国海军几乎是没有一款像样的舰载雷达的 可以说在那个年代非常非常的落后 简而言之 就是人家已经用了很多年的智能手机了 你还在用诺基亚3310呢 这种感觉 但是呢 像我们这种对口专业毕业后 就业的选择 往往不会去选择这种军工类的研究所 像我一样 当然会考虑到比如说薪水啦 福利啦等等诸多的原因 但仍然还是有很多很多奋战在一线的科研人员 在不断的努力和付出当中 所以当我们亮丽的军舰 一个个驶出港口的时候 不要忘记 背后也同样站着 无数如中殿十四所一样的军工科研人员们 奉献着他们的青春 他们同样都是共和国最可爱的人 好 最后本视频以一个新闻来结束 就是在2019年 中国海军的舰艇下水吨位达到了20万吨 成为世界第一 而美国是世界第二 下水达到15万吨 但这个并不新鲜了 因为我们在前几年下水的吨位 已经是世界第一了 但这次有一个记录被打破了 就是我们一年下水了9艘今天介绍的盾舰 打破了此前有美国在92年创造的 一年6艘盾舰的记录 即使这样还是那句话 我们与世界第一海军前国的差距仍然很大 追赶的脚步依旧沉重而孤独 但正是有你我这样军迷的陪伴 也会激起快乐的尘土 至少我们行驶在正确的道路上 中国海军加油吧 好 那本期视频我们就录到这里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